曹操这一天啊 脑瓜子都嗡嗡的 好不容易逮住的刘备 被自己说放就给放了 放就算了 还白送了五万精兵 谋事成玉连夜把曹操翘起 怼着他就是一顿教育 曹操自知李亏 嘎得无话可说 于是火速下令 让张辽徐储鈴五百骑兵连夜追赶 务必要在刘备到达徐珠前 劝他回来 刘备这边 结醒了一天一夜 忽然于一郊外遇到了阻拦 不过来者不是张辽徐储 而是国舅董承 董承是来给汉县帝传话的 陛下无法出宫 特令我前来为将军送行 陛下说 他之所以极力促成你出征严肃 就是要你在外牟利大业 今后汉氏的安危荣辱 就托付于你了 刘备鼻子已酸喊着泪 攻守王许昌承诺 陈刘备 拭目黄恩 万死 必报 辞别董承后 刘备一刻不敢耽搁 继续急行 直到马儿再也跑不动了 也不敢停下休息 而是缓缓前进 然而曹操的虎豹技 已急速著称 在承让一天的情况下 依然追上了 刘备自知逃脱不掉 索性调转码头 摆开阵势 对准来敌 要打便打 也不怕他 徐储的暴脾气 差点让他折在这里 好在张辽李靖 不出500对5万的巨大兵差 光是关羽张飞赵云 随便哪个出来 都能暴揍我们俩 哎呀 你就说怎么办吧 张辽让徐储原地待命 自己去嘴炮攻击 刘备出阵 与张辽单独会面 张辽豪花赖块 逼逼歪歪了一大堆 却被刘备依据 高速上不能掉头怼会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胜 这么说 刘皇叔不肯回城 刘备笑了 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同意 可你看看我身后的二弟关羽 他是你的老乡 张辽一看后面 哪是什么关羽 明明就是个假货 反倒是这四周 虽假之凌厉 却依然阻挡不住 青龙掩月刀 蔓延的杀气 要是把刘备逼急了 关羽挥着大刀 给我来个插标卖手 那还不是探囊取物吗 溜了溜了 许昌丞相府 徐储委屈巴巴地 向曹操搞状 我点本想厮杀 张辽不让 张辽做得对 徐储一脸懵逼 张辽则呵呵一笑 小朋友 你是不是有很多我好 别说徐储不明白 就连承郁也是一脑子问号 此刻的曹老板 已经完全意识到了错误 虽然肠子都悔清了 但依然借着微弱的火光 强行自我安慰 我越来越觉得用刘备 是用对 第一 刘备此次出生 必能帮我除去 袁叔这一大患 第二 我料他不敢反 第三 如果刘备真敢反 我刚好有理由取他人头 承郁深深叹了一口气 错了就是错了 四家子嘴硬 有意思吗 回去的路上遇到寻遇 把整个事情一说 你听这话 荒唐不荒唐 寻遇略一思索 这才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呀 我看主公不荒唐 是你荒唐 我 你想啊 刘备领兵逃跑 已成既定事实 你现在再派大军争搅 那不是错上加错 一物再物吗 我们当前的大敌是袁少 不能结外生枝 当然 这些是重要的 却也是次要的 至于主公说什么 用刘备用对了的话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其实主公心灵 早就知道错了 日后他也会改错 但他永远不会认错 何为忍住 那就是知错改错 不认错 刘备还是个忠厚人呢 原树撑地后 立刻遭遇到重判亲离的下场 投靠好大哥袁少的途中 又被刘备截杀 一时兵败如山倒 最终只剩数十骑 荒不择路 逃至一处破庙 主公 袁少 就藏于这座庙 大哥 给我一种香的功夫 我把这手刀起来啊 刘备挥手阻止了张飞 他想给袁少一点体面 想让袁少四十三公雄 去江南富岛流游 他在寿春登基时 建的宫殿也是穷楼玉宇 岂是辉弘啊 然而现在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了 生命的最后一程 居然要在这霍庙中 苟延残喘 袁少的心理告诫我们 城里有风险 入坑需谨慎呢 那袁少也算是一方诛侯 如果秦辉许昌 太过折禄他 这样吧 刘备手输一封 让赵云之身进去谈判 霍庙内 袁少摊坐在断壁残垣之上 手中还高捧着那 贴身保护的船锅玉器 就这般如痴如醉的 端网良久 忽觉口感舌燥 可死朕了 还不赶快去找蜜水 左右太前表示 如今穷途末路 那里还有蜜的水 雪的水还差不多 袁少正要发飙 赵云已经携刘备手术 走了进来 左将军刘备 右书成连公路将军 袁少接过书简 点开了文字转语音的功能按钮 刘备奉命升秦将军 劫王许昌 但被为君着想 别有不仁 今日为叛君自觉 不辱威名 袁少抬起自己的苦瓜脸 记忆回到了 自己风华正茂的当年 那年十八路诸侯 讨伐董卓 各个袁少为盟主 自己为粮草总督 殿下诸侯 无不为名是从 使自己贪慕于野心 致使先锋逐利 粮草不济 最终考懂失败 再联想到自己 四十三宫兵多地瓜 一手好牌打得如此稀懒 还怎么好意思 活在人间呢 刘备还是个忠厚人呢 子龙目光如炬 别给我扯的没用的 就说你死不死就得了 发完了最后一声感慨 袁组村的一声 发出宝剑 那一声无用的传国玉玺 也黯然地跌落地上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 都被这块石头害死了 刘备令罪将把这传国玉玺带回来 献给主公 却勾起了五万兵马 说是用来驻守徐州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刘备奉命攻打袁组 曹操给了他五万精兵 同时派遣诸亲陆昭二将 随军劫志 如今袁组已亡 刘备却扣下了五万兵马 只放哼喊二将 带着破石头 回去复命 刘备令我 把这玉玺 献给丞相 我要他何用 曹操大怒 盲问 我那五万精兵呢 哼喊二将淡定表示 公主魔慌 为防袁绍来袭 刘备带着他们 驻守徐州去了 真是个厚大人呀 曹操一听 差点气疯 徐州原本就是我的 我的 我自由扯州将去把守 敢留病何事 很快曹操就发现 自己这句话 只对了一半 徐州现在确实是曹操的 可扯州却没有再把守 为什么呢 赤猴给了我们答案 秉城下 去败兵回报 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 守将车中 也被关羽斩杀 接连的恶号 已经把曹操起笑了 你就算是八万个馒头 刘备也得啃杀半个月 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打了个奇怪的馒头比喻后 曹操忍着巨怒 接着问 哼哈二将 来来来 你给我说说 你俩是怎么把我的五万精兵弄丢的 诸禄二将表示 哪天张飞请我们喝酒 彻夜不归 第二天醒来 张飞告诉我们 刘备借了我们兵服赞用 说到张飞啊 这哥们是真不错 招待我们的都是好酒 曹操笑得生死礼节 你知道为什么 我手中大将如云 有张辽徐皇 离点月尽 为何偏偏用你俩 去截止这五万兵马 哼哈二将心中窃喜 肯定是丞相信任我们班 丞相您比张飞还好呢 因为用你俩大聪明 杀起来才没有心理负担也笨蛋 曹操百思不得其解 刘备是如何这般神速 拿下徐州的 巡遇此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刘备肯定是用兵服骗开了徐州城门 曹操原地愣住 整个大脑在疯狂运算 一得一二得四 五万兵马加一个徐州 再加一个车咒 就换了一个破石头 这买卖亏的裤衩都不剩呢 我要他何用 不对 徐州本身还有八万兵马 刘备这次一下子得了我十三万精兵啊 一口老血涌上脑壳 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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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下